竹北這幾年人口增加 所以帶來了環境交通的問題 我們期待用新世代新思維 共同成本低的方式來解決 像是我們的車公園 以及我們的人行步道 還有呢 我們的交通要來打風 U-bike多增設一些 並且用科技力的方式 來保護人工所便民的服務 我想方方面面 都是我們要用新世代的方式來做改革 不只是竹北市 不像新竹縣的政治結構呢 都相對的長久 那我們透過在竹北市先來做改變 我們推出了竹北隊的概念 希望可以從不只教育 親子 環境 交通 方方面面的政策 我們串聯起每一個人的專業 讓大家看到我們整個團隊 想要來翻轉這座城市的決心 那當然 我們過去有中央的經歷 希望也可以依據更多的 經費回到地方 來讓蘇北這座城市 閃耀著科技人的廣場 我們在蘇北推出鄭曹 我們的主委 還有包含我們這麼多優秀的 優質的候選人 我非常的引以為榮 我覺得這是我們民進黨非常負責任的 提出了優質候選人 這是我們第一個對於相信所盡的 應該有的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提出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高度跟觀點 跟很好的智力 中央地方自立的一位候選人 那第二當然我自己在選舉的時候 曹芳非常貼心的 不分時段都過來台中來幫忙我 這個是我一定要記得這一份心 我也知道他想要改變現況 我們所有年輕人想要改變地方 政治現況都有一同的理念 所以當然在我選完之後 現在換他選 我要回來支持他 改變地方政治現況的理念 那當然第三 我自己很多醫界的朋友 還有醫療生技科技的產業的朋友 都在竹北 那我們都知道竹北 有非常多的產業正在發展 但是正在發展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市長沒有一個 足夠的視野 國際的視野 跟中央地方整合的能力 那其實會非常的可惜 那不希望竹北他後來 只會成為一個 就是說經濟上面好像很富裕 但是規劃的並不好的一個城市 我想竹北他現在的能量 是有機會把它規劃成一個 閃閃亮亮的新市政 那所以說這個閃亮的竹北 必須要建立在有遠見 沒有自己私心 沒有這一些 被過去所謂的這種 傳統政治糾葛 但是又能夠帶來更多 遠見跟規劃的這樣的一個破壞 那尤其今天除了曹芳之外 有很多我們年輕的候選人 這個整個團隊代表的事情 就是說既然我們都知道 而竹北有非常多年輕人住進來 有很多新的市民住進來 這個新發展 事實上就要帶盡所有相 類似年紀這些年輕人 他會知道我竹北需要什麼樣的娛樂 竹北需要什麼樣的交通 竹北需要怎麼樣的教育 竹北需要什麼樣的社會 那我相信朝方所領導的這個團隊 是最有能力也最有機會能夠帶領竹北 把竹北再往更好的高空推動的一個團隊 我現在就離開了 不乎更好的 我真的是豐富 至於平安比它 而我會想請求你 我來為一個濃郵裡 每天你會有任何衝突 我很親愛 你也喜歡 我相信 你還是 它是istic 就失敗 那你 跟著我